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然后别忘了,如果你没有教材,那就到我的博客来下载咯 好,现在我们来进入第13章,就是对象的多重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就是interface 然后对象呢,它常常有很多个接口,并不是只有一个接口 好,那这个像说,我们来看这个麦当劳 那麦当劳呢,有一个是在内部吃饭的 那它有一个柜台,这个柜台就是麦当劳跟这一个来吃饭的人呢 在这个桌子上面吃饭的人的一个服务的接口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窗口 那么旁边是车道,这边有汽车 大家排队的,要来汽车从这里排队 然后从这边出去,然后这里有一个窗口 给这个开车的人啦 从这里来买这个麦当劳的薯条啦,等等啦 那这是另外一个接口 这个是给开车的人服务的接口 这个是给一般进来吃饭的人的接口 所以呢,麦当劳有两个接口 OK,那了解的接口的意义咯 那么在这一章呢,我将帮你复习一下 什麽叫做接口 那第二个呢,Java的接口怎麽表示 再来Android的多重接口的一个例子 还有多重接口呢 既然有多重接口,我怎麽做接口的转换 OK,那么Android里头呢 在接口的转换上面,有什麽样的例子 可以让大家来观摩观摩 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接口的基本观念哦 其实接口很简单 它只是因为某个这个零件 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不一样 在某个角度下 这个有些东西比较稳定 有些东西比较常变化 有些东西快速变化 譬如说,树干显然就比较稳定 数位呢,显然每年都要换新 因此呢,这个数位跟这个数字之间 就有一个接口,就有一个接口 譬如说,这个数月 数月,那么这里呢 总是会有一段这个接口在这里 所以这段接口呢 就接在这个数字上的 接在数字上的这个接口 所以它这个到秋天的时候 这个叶子就掉下去了 就从这边断掉了 所以这叫接口 因为叶子每年都在变 数字呢,每年都在长大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变化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呢,就从这个好几年 从十年的角度看 这个数月是变化快速 数字呢,变化比较不那么快 因此呢,中间就有个接口咯 有个接口 好,那我们这个是从数月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接口 好,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你到这个海底了 去吃这个火锅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火锅的桌子 好,那么这边 为什么火锅店的火锅都挖一个洞呢 都挖一个洞呢 对不对 为什么这锅子都挖掉 好,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个客人来啊 不同的客人 他要的锅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桌子都一样 所以从这个客人的角度看 啊,我们从记忆 我们记忆客人的角度看 对不对 那么,这个锅子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因人而变 因人而异 所以因人而善变 那,这个桌子呢 不会因人而变 反而是满稳定的 因此呢,就把它分离了 把锅子挖掉 就得这口 就这么简单 好了 那么,一部汽车 一部汽车 对不对 一部汽车 一部汽车 一部汽车的这个轮胎 对不对 这个轮胎 那因为地面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要去 这一个沙滩 你就把轮胎换掉 今天要去高山 你就把轮胎换掉 今天呢 这一个久了 这个轮胎磨损了 你就把它换掉 所以 但是 这个引擎都不换 引擎可以10点不换 这个车体呢 窗户可以10点不换 所以就从10点的角度看 这个车的轮胎 轮子 跟这个数位一样 它是善变的 相对的 这一个引擎是 比较不善变的 因此呢 变离不变 就把它分离了 所以 稳定 与善变 就把它分离 分离之后 把轮胎拔掉 就得到那个 轮骨 或者轮盘 就得到这口 因此呢 这几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个 我们得这口的目的 就是要换心 就是要换心 OK 轮胎 可以不断的换心 因为有这口 因为有这口 还有这个日光灯 大家都知道日光灯 那这个灯管 旁边是有两个这口 两个这口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有这口呢 因为日光灯常常坏 那但是灯座 10点20点不会坏 对不对 所以日光灯常常坏 所以呢 要把它抽换 要把它换心 轮胎 常常坏 要换心 叶子 常常枯掉 要换心 所以 目的 就是要更换 把旧的换掉 坏的换掉 换心的 所以呢 要换掉 所以需要这口 需要这口 这样子 那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OK 好那我们 接下来看看 这个 Java的接口的概念 一样 它也是 这个 也是为了要 这个 互换性 跟重用性 当我们把这个轮胎换掉 那么 引擎 就 重用了 引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当我们把轮胎换心 这叫互换性 所以能够把善变的 既有互换性 不善变的部分 就有重用性 OK 譬如说 一个会议厅 那么一盏灯坏掉了 那 你这个会议厅 就不好用 对不对 所以当你把这个坏的灯换掉 那么会议厅 就重用了 对不对 就重用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 看到这个车子呢 如果你轮胎坏掉 整部车子就不动了 对 不动了 所以你就把坏的轮胎换心 这叫互换性 互换 互换性 当你把这个换心 整个车子没有坏的部分 就重用了 就是互用 所以互用没有坏的 换掉有坏的 那就是换掉坏的人胎 结果整个车子被互用了 OK 就这样子 所以重用性跟互换性 它是一体的两面 我这一个 天花板的灯 灯管坏掉了 那么我的 这个 房间就不好用 当我把灯管换新了 我整个房间 就重用了 OK 所以呢 它是一体的两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加瓦里头呢 那么 我们以类别的继承体系来看 继承体系来看 如果以单一个 这个类来看 单一个 比如说 这是ROS 单一个类来看 那 它会 创建的 很多这个对象 这是 对象一 对象二 好 那么 就 这个ROS 它里头有 我们知道 它的函数有 几种 有这个Public Public的函数 那 有这个Public的函数 有这个Public的函数 好 那么 这个Public的函数 其实就是 这一个类的函数 其实就是这个类的函数 也就是这个对象的函数 就是它的 公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Client 我Client要来用它 对不对 我Client来用它 跟它对接的地方 就是公用的 Public的函数 我不能用Private 我不能用Protected 对不对 所以 这里 其实它的Public的函数 就是它的这一口 OK 所以我们这边 这样来讲 道格类别 的公用的函数 公用的函数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谈数据 对不对 公用的函数 就是 这一个对象 的一个接口 它就是 透过类的定义 来定义 这个对象的接口 那么 Ware 类别的 公用的部分 就是 V1 的接口 V1的接口 所以这里有 这个 Public Public的 这个函数 就是 它的接口 也就是这一个定义的 接口 那这里有它的接口 那这边也有它的接口 那这边也有它的 Public 函数 这边也有Public函数 但是 这个Public函数 会被继承下来 会被继承下来 OK 所以等于说 道格也继承了 Animal的接口 OK 所以道格变成了 两个接口 一个是自己定义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加这个 就是一个接口 就是 这个Public加这个 就是它的所有的Public 都是道格的 一个 本身的接口 那么 这个接口里头 包含一个小接口 小接口 就是Animal的 这个Public的部分 那么它也有两个接口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OK 一个大 一个小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 所以道格类定义 的接口 还有Animal的 公用部分 也被继承 而包含在 Wear的定义之中 因此呢 它也继承了 而包含于 它被继承 就是说 这个的接口 被继承 而包含在 它的接口里头 因为 它的Public函数 也变成 它的Public函数 OK 所以那我们说 这个Animal 定义了 整个对象的 共同接口 就是 因为 这个接口呢 这个Public的 函数 会被继承 会被继承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接口 是 它的接口 也是它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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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 它们的共同接口 所以就以 这为什么 C++ 没有接口的 Keyword C++没有 Interface的 关键字 但是 却用继承的 体系 来建立 这一个 它的接口 那么 也因为 C++ 透过 继承来提供 接口 所以呢 它才会有 多重 继承 因为 它想 提供 多重的 接口 OK 好 所以Animal 是等于是 大家共用的 接口 OK 所以D1 有两个 接口 一个是Dog 所定义的 一个是Animal 所定义的 所以D1 有两个 接口 一个是 它所定义的 加上 它所定义的 一个是它所定义的 OK 所以Animal 讲起来 它是 分别是 一个是 Dog 加Animal 然后 另外一个 是Animal OK 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 Bear 它有两个 接口 Bear 有两个 接口 那事实上 这个Bear 的接口 是 是包含了 这个Animal 这个接口 是包含这个Animal 这个接口 这个Bear 接口呢 其实是 包含了 这个Animal 接口 OK 所以这个AP1 使用Animal 接口 来跟这个A1 做沟通 AP2 使用Bear 接口 来跟它 做沟通 那 由于Animal 接口 也是B1 对向的接口 所以这个接口呢 它也有Animal 这个接口 所以呢 这个 AP1 也可以 透过它 来跟它沟通 所以呢 可拿 B1 来代替A1 就这样 就是说 它需要一个轮胎 现在因为 这个轮胎 是这个接口 我这个轮胎 也有这个接口 所以呢 我这个轮胎 就可以替换它 这个意思 所以 这叫互换性 所以 有相同接口 就有互换性 这里是要 讲的是这种意思 有接口 就有互换性 OK 但是 这边 不能 不能把它换掉 因为这边 要Bear接口 但是这边 只有Animal接口 虽然Bear接口 是包含Animal接口 但是 太少了 这要 除了Animal之外 还会用到 别的函数 所以 这个 就没有互换性 所以 这边用这里 那就是 不对的 不对的 这整个是在说明 所以上次的 接口跟类别定义 合并 就是 透过这个类的 计程体系 这个 就透过类的 继承体系 来提供接口 透过类的 继承体系 来提供接口 这样是 不够完美的 这里才讲这个 就上次的接口 跟类别的定义 合并了 这是C++的做法 那么 看似已经 相当有弹性了 但是还不够 因为受限于 类别的 继承体系 所以A1 只能有 一种接口 而D1 只能有两种接口 那为什么 A1不能有更多接口呢 那为什么 B1不能有更多接口呢 因此 为了提高弹性 所以 我们在Java Gshop VV.NET 就把接口 独立出来 再定义一个 关键字 叫做接口 所以我们 大家就可以 定了很多接口 像这个可以 他 他 他 都可以 来定义 I-ANIMAL 接口 OK 他可以定义 I-Rail 接口 他可以定义 I-Doc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因为他本来 透过类别继承 都会有这样的 但是 很特别的 Layer 跟Doc 会跳舞 所以 定义一个 I-Dance 的接口 这个接口 跟这个类别继承就无关了 跟类也无关了 是我们独立定义的 但是由他来 这个increment 这叫做由Doc 这个类 来实现 实现这个接口 由Ware 也是来 implement 这个 接口 由Lane 来implement 这个接口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Ware 跟Doc 对象 提供的 继承 就是类别 没有的 新接口 叫做跳舞 OK 那我们现在 来看实际的代码 在Java 用这个关键字 叫做interface 定义出一个 I-Dance 的接口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接口呢 就是 纯粹抽象类别 意味着 它的每个函数 都是抽象的 所以就只有函数的定义 而没有代码 而没有代码 OK 所以就这样子 定义好了哦 定义好了之后 Ware 来 实现 I-Dance 这个接口 那I-Dance 有两个抽象函数 所以呢 它要实现 它也要实现 OK 没问题 实现好了 那这个Doc 也要实现 I-Dance 这一口 所以I-Dance 里头两个函数 所以它只要 写完整 它的代码 把代码 补充上去 补充上去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还提供一个 叫做Dance Factor 它来 NewDoc 它来 NewDoc 因为不然的话 这个Doc 是由 Man来 New 这个时候呢 Doc的字元 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 我们不希望 这个Doc 这个字元 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 另外一个 设计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暂时不谈它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 看看 这个代码 所以第一个 先New出一个 这个对象 这个Factor的对象 所以New出一个 现在是在Man里头 现在我们是在ManFunction里头 OK 然后ManFunction里头 先New出一个 这个Dance Factor Dance Factor 所以呢 我们就放在这里有一个 参考的小倍量 这DF 所以他就参考到他咯 参考到他 好 那么这里头 也定义一个Dance咯 所以在这里头 在Man里头呢 再定义一个 Dance的 这一个 参考 那么他可以参考到谁呢 这个时候 先定义好 然后再来 DFCreate 他就叫这DF去Create 去执行他的 Create函数 对 叫这DF去Create 结果Create呢 他就New一个Dog 所以 他就New一个Dog的对象 这是 这是Object 然后他New一个Dog的Object New一个DogObject 所以这里 New 所以New出一个DogObject咯 那DogObject呢 有提供一个 Idense这一口 因为刚刚已经有实现了 就 Dog就提供了 一个Idense这一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Dog的参考传回来 也就是把他的Idense这一口传回来 因此呢 因此呢 这个Idense呢 就指向了 这个Idense呢 就指向了 这个Idense这一口 就Idense呢 就指向这个Idense这一口 因此呢 接下来就可以 Dancer 哦这是Dancer 这是Dancer Dancer就指向这个Dog的Idense这一口 所以接下来就再送一个Message 叫他跳舞 叫他跳舞Dance 所以Dog就去执行 他的这个Dance Dog就执行他的Dance 所以就执行到 这一行就执行到这里的代码 OK Dance 这个代码 然后再叫他去唱歌 所以他就执行到 他的这个心领唱歌的部分 OK 所以这个 这个 程序就是表现出这个样子 表现出这个样子 OK 然后接下去的例子呢 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表现出他的抽换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随时把Vair改成Dog 把Vair改成Dog 例如呢 我们可以把Dog改成Snoopy OK 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改成Snoopy 这里 就说 我们这里会改成Snoopy 再定义一个Snoopy 然后把这里改成Snoopy 只改这里 那再定义一个Snoopy的 那这个 最重要是这个Client 都不变 这里通通不变 通通不变呢 然后再走一遍 再来NewDance Effect 所以他就New一个Snoopy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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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New一个Snoopy 这个Snoopy 的Object 的Object 然后他也提供 Idense这一口 也提供Idense这一口 这就是这里 然后呢 他去Create 就是这里 叫DF 去Create 所以他来New 这一个 对 他来New这个Snoopy New完之后 把他的 这一口 参考传回来 所以 这里头就不再 指向Dog了 这个就指向了Snoopy的 Idense这一口 之后 再来叫Snoopy 跳舞 叫他唱歌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的 把这个Dog 换成Snoopy 换成Snoopy 就这样而已 但是他强调的是 这里通通不变 这里通通不变 然后呢 这里可以随时改变 所以 这好像是汽车的引擎 通通不变 轮胎 会很容易的改变 那 都是基于这个Idense 跟Factor 这两个 来实现 这两个 这两边的 一个独立 这边有抽换性 这边有互用性 有没有 所以这个整个 程序 是在表现 刚刚的那个 互换性 所以他把这个 Idense这一口不变 对不对 Idense这一口不变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重新定义一个新的Snoopy 定义一个新的Snoopy 的class 然后呢 这Snoopyclass要 support同样的接口才可以哦 才可以互换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Factor呢 他是New 这是NewSnoopy的 这样才对 NewSnoopy OK 所以只改这个Snoopy 对不对 那这一个整个互用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通通不变 但是可以把 这个class Dog可以换掉 这叫做互换性 这叫做 所以把这个Dog换成Snoopy 这叫做 互换性 那么这一边叫做互用性 所以这叫做等于灯座 这叫做等于灯座 就像日光灯的灯座 这个就是像灯管 所以日光灯的灯管坏掉了 对不对 Dog坏掉了 换Snoopy 对不对 但是这个灯座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互用灯座 对不对 那么这等 这等于是桌子 那这等于是锅子 所以客人 不喜欢吃这个麻辣锅 就把锅子换掉 然后桌子 互用 有没有 这是锅子 一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在这里是用软件 来表达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Dog名字 改为Snoopy 并不影响 这边 我们把这个锅子换了 麻辣锅换成石头火锅 并没有影响桌子 因此呢 使得这个 Dog换Snoopy的变换的更换的成本 大幅下降 提升的软件的活力 弹性 OK 那这个因为 Ware跟Dog有一定的接口 那么 这个Snoopy 这个Snoopy 与Dog是有一样的接口 所以可以互换 可以互换 凡是支持Dance 这个接口的 都可以互换 无论你是Rare 还是Snoopy 还是Dog 都可以 例如呢 Dog 还是Snoopy Dog或Rare 那么 却不能拿Animal 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换 却不能拿Animal来换Dog 因为Animal没有I-Dance接口 所以有了I-Dance接口 才可以 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 两个对象 若有共同的接口 他们就可以互换 就像 这个 我们在随身听的时候 要换电池 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明 这个电池是几号的 有相同的接口 像我们接触面 它才可以互换 这样子 一旦我们 把灯泡 换掉了 这个灯座 就可以互用 一旦我们把 锅子换掉了 把这个 坏的灯管 换掉了 灯座互用 一旦我们 把这个 锅子换掉了 互用桌子 一旦打 我们的轮胎 换掉了 就互用了 整股车子 所以这里在谈的 就是 复换性 跟复用性 其实是议题的两面 OK 因为 有相同的接口 才能够 顺利替换 这就是接口的 意义 接口的意义 所以呢 这个 两个 现在有两个 AP 都是用同样的接口 用同样的接口 来跟配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因为 这个 因为 因为 他们两个有共同的接口 Lare跟Dog有共同的接口 所以呢 他们就可以 互换 就可以互换 这里来弹的就是 他可以互换 这样子对象AB 的维护人流很方便 因为 我换了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不改变 不改变 所以大幅提升的 软件的 这个弹性 就是因为 互换性 那互换性 是来自于 这个接口 来自于这个接口 OK 好 好 那这就说明了 就是帮你 就是帮你呼吸的 接口的意义 跟他的情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